如果是有空我可以私信或者是左上方咨询 我们来看这个女主面向的案例 女主呢肤质白皙面色红润气血通畅 这是这个气血通啊气韵才能够通 所以当下的状态还是不错的 女主这个当下的状态还是非常好 从这个面过来看还是比较圆润 那么五官眉眼间倒是有一些鹰气 那么是一个典型的外源内方的人 对待外人温和有礼爱面子 有的时候会打肿脸聪胖子 所以说这个对待自己呢 相反有一些要求严苛 向内而行的人身边亲近的人呢 也是比较严苛 这是这个典型的外源内方的人 五官也是非常的周正 五官周正的人呢非常的传统正派 而且呢道德感比较强 甚至呢这个眉眼间的鹰气 也能带来一些这个仗义十足 这个比较重情感性 所以是为人是非常正派的一个人呢 我们来看这个从整个三庭比例来看一下 三庭比例还是比较均衡啊 尤其是这个上庭高拢饱满 聪明伶俐 这个学云上家 而且呢官怒工啊 有光泽啊 这个凭借早年的聪明才智啊 能入宫门啊吃国家饭 则是呢额侧啊 这个有一些腹脚母脚带一些毛这个绒发啊 绒毛侵扰啊 那么这也是代表呢 这个跟父亲的缘分烧钱啊 甚至呢在早年呢 这个心理学有一句话叫 依恋啊 依恋缺失 那么有一些恋父情节啊 甚至在自己这个成年之后呢 这个早结婚的对象 会找一些年纪偏大一些的啊 这是有一些恋父情节 恶侧义马工呢 还是比较饱满的啊 此处也是30岁之前的财博工啊 所以说这个出成就还是比较早啊 那么比较饱满的人一般呢 在钱财方面呢 能够聚起来 同时没眼间我们可以看到 眼睛很有灵气啊 洞察力非常强 黑白分明 聪明敏感啊 这个生活呢 很以讲究品位啊 这个没长能够父母 没尾弯啊 这个心地善良 有积极正面的人生观 而且呢 梅尾上扬福天仓啊 出成就比较早 只是稍显一些高低梅 刚才讲的 这个有一些恋父情节啊 所以说中年之后呢 要多注意 这个父亲的身体健康啊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高低梅啊 那么以前这个古代像素里面 讲是父债母相归啊 这个是相反的话 有一些跟父亲的缘分稍浅一些啊 这是高低梅啊 那么眼睛刚才讲的很有灵气 洞察力强黑白分明 能变是非啊 这个莫残也是风盈饱满啊 是异性桃花甚旺 那么不过呢 夫妻公平满 内心呢 是非常的传统正派的一个人啊 不会在感情当中乱来啊 即使是有一些烂桃花的干扰呢 他也能够 屏蔽掉 因为这个五官周正 鼻直心正之人呢 内心正气十足啊 不会说是在 钱财或者感情方面呢 走歪门邪道啊 就是这个既是桃花比较旺 也能够屏蔽烂桃花的干扰 姻缘是比较顺畅啊 这个夫妻公平满 这是印堂呢 有稍微有一些被媒亲啊 这也是典型的外缘内方的人呢 是一种这个 有的时候呢 爱纠结啊 甚至会有一些多思啊 那么格局难打开 这也是这个 刚才讲到外缘内方的人 容易向内而行啊 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啊 要求比较完美 甚至会有一些精神内耗啊 这是需要多注意啊 我们看这个鼻孕啊 这个鼻头有肉 鼻翼饱满啊 鼻直心正啊 是非常的这个正派的人 但是呢 有一些稍显直率 少心机啊 少心机和谋略 还容易呢 说话比较直啊 而且呢 这个内心淳朴 少心机的话 也容易漏锋芒犯小人 特别是在职场当中啊 出入职场 出入职场的时候 容易犯一些错误啊 容易吃一些苦头 不过进入婚后呢 这个鼻高拢啊 鼻头健肉 鼻翼饱满的 这个双拳也是非常的饱满啊 鼻拳得配 啊 中年这个进入到婚后呢 是望夫望财啊 是典型的望夫体质 这是非常不错的一种 这个中庭啊 那么到了夏庭 我们可以看到啊 夏庭呢 也是依然是延续的 这个啊 这个中年的好运 夏庭并没有走弱啊 夏庭呢 非常的饱满 宽阔啊 特别是下巴 兜而有肉啊 晚年能兜才 奴补工 也是非常的饱满啊 同时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腮骨呢 也不弱啊 表面上是看起来 这个非常的可爱 温柔啊 但是呢 内心还是比较要强 做事还是坚韧有毅力啊 这个腮骨不弱 所以说夏庭呢 也是会越来越好啊 这个人中见口 子思风啊 这个双唇饱满均匀啊 这个口服佳 体质好 而且呢 能言善变的 但是呢 能善言不多言啊 言语之进退啊 这个唇为也上笑 这个内心呢 是积极阳光啊 心态非常的好 所以晚年呢 能享子孙府 晚年能兜裁 晚年无忧啊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种 面向特点 三挺比例都不错啊 只是有一些 稍有一些 恋复情节啊 这是 整体的一个面向分析啊 如果是有空话 可以看视频 左上门资讯或者私信 我们下期再见